是男人 还是女人 你 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都看到了 你还问什么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师兄 能让我穿上衣服再说吗 你穿的 你老实告诉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 师兄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但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窝人 我不但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窝人 什么 你 你是个窝人 你是女人 又是窝人 为什么要逃避男少林 师兄 我父亲是窝人 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 我妈妈是者正严海一个渔民的女儿 全家人都被海盗杀死 还被掳走贩卖 是父亲从海盗手里把他赎出来 他有幸遇到了父亲这样的好人 我父亲是一个佛门信徒 也是一个中勇的武士 又一次 是为了 好 父亲在悲愤交加中死去 命中前他告诉妈妈 一定要把我送到中国 来学习少林功夫 为他报仇 当我来到这里 我才知道 男少林不收女人 更不收窝人 为了实现父亲的夙愿 我只好你扮男装 混入男少林 师兄 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师兄 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去向师父讲清这一切 我知道 我自己所犯的错误 为死归所不容 如果我就这样去见师父 我一定会被逐出少林寺的 师兄 我不想离开男少林 不想离开你们 可你不能永远这样隐瞒下去 师兄 只要你肯替我保守秘密 我就不会被赶出寺院 我就能待在这儿 你让我跟你一样撒谎 欺骗师父 欺骗方祖 师兄 你起来 师兄 如果你逼我离开男少林 我就决心一死 师弟 千万别想不开啊 男少林待不下去 可以去紫云安的 那儿一样可以学武吗 你起来 起来 不 除了男少林 我哪儿也不去 佛门弟子 借七狂 我怎么可以撒谎呢 师兄 你是为救人 不得已再撒谎的 佛祖绝不会怪罪你的 说的也有道理呀 师兄 你答应了 这是罪过呀 师兄 多谢官长 好了好了 多谢官长 不必客气 我知道 你是不会出卖我的 我真是不知道 是帮你的 还是害你的 当然是帮我 师弟 以后 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会的 老实点 现在连法明都在怀疑你了 还有啊 注意你我之间的 一言一行 为什么 我是男 你是女 男女 男女有别吗 我明白了 以后啊 你我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可有一点亲近之情 师兄这样谨小甚微 我看哪 只怕弄脚成拙 引起别人的怀疑 反正绝对不可以 那好吧 我听你的 还有 不许算我被弯啊 啊 连打雷的时候也不行啊 骗他下来都不可以 喂 你也太霸道了吧 我一直把你当大哥哥 难道连兄妹之情都没有了 你放心 今后我会像兄长一样照顾你的啊 先是兄妹 也许以后啊发展成更亲密的关系 哎 别胡思乱想啊 绝不可能 我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爱上了你 要你做我的丈夫 那该怎么办 你说什么 我只是假设 不必假设 永远没有这一天 哎 为什么 哎 为什么 你也太霸道了吧 你所以不敢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那个红毒刀 我不想回答你 我想知道 那红毒刀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真想听 好 我告诉你 红毒刀是一个善良女子的心 如果没有他 就不会有我 明白了吗 哎 他漂亮吗 你爱他吗 他为了救我生死下落不明 你还想问什么 哇 你们这里真奇怪 当和尚 为什么就不能娶老婆生孩子呢 啊 和尚能娶老婆 还叫和尚吗 那 你为什么老想着 送你红毒刀的那个人 啊 嗯 你要是在我们那里就好了 我们那儿的和尚 真的可以娶老婆生孩子的 喂 你们那儿什么地方 世外桃园吧 哎 要不然我去你们那儿做和尚 哎 别说一个人娶一个老婆 就是两个人娶一个老婆 我也干的啊 哈哈 听你这么说 你家好像不在中国似的 哈哈 谁 谁说不在中国啊 只不过是远了点 嗯 嗯 当然是远了 和尚都可以娶老婆生孩子 那山高皇帝远的好处啊 就在这 去啊 去啊 来 去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法长法长 我问你 你和法静昨天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心里最明白 法静 他绝对不是一个男人啊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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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点 哎 这么说 你肯定知道他底细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看出什么了 你跟法静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 那天夜里你还偷偷的把被子塞给他 自己却躲得远远的 你 你 你 监视我们 哎 我这不要监视 叫关心你们 哎 你小声点 让别人知道了 对法静不利 哎 你放心 我一定守口如瓶 说话算数 我当然说话算数了 我心里很明白的 我们要是不替法静保密的话 他只有离开他 南少林了 你不愿意他离开少林吗 他来南少林 是为了学少林武功 为父亲报仇 如果他这样离开南少林的话 他可能会自杀 哎 你们两个 真是无话不谈哪 虽然他这样做不对 但我觉得 他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哎 你说的对啊 他能恐怖方丈 混入南少林 我对他佩服的简直无体投体 他真是 欲助不同哦 法静的事 不要再提了啊 哎 哎 你老实跟我说 你跟法静有没有一手 什么一手啊 哎 胆女通常共枕 哪大我没干嘛 哎 哎 你 等我仿就是什么人了你 你 没有吧 没有就好 我还真怕有什么事 如果她真是个女人 我还想娶她做老婆呢 我警告你啊 不许对法庆动坏主意 什么坏主意啊 男还女爱人之常情嘛 哎呀我们是和尚 和尚我可跟你不一样 我迟早要还俘的 哎呀 哎呀累死我了 哎哎 探我被子我陪你睡啊 你干什么 我们说说心里话嘛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要睡了 哎 你别跟我装算了 你的底细我全部知道了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不明白 那咱们一块去见方丈 哎哎 怎么说你承认你是女人了 嗯 喂 哎 什么女人哪 哎呀去去去去去 没你的事 我跟法庆说着心里话呢 神经病 哎 我帮你隐瞒试试 总该给点回报吧 你想要什么 嘿嘿 你答应做我老婆 好名别哄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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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刚才一定发现我的秘密了 我 不过你可不要告诉他们 和尚是不允许开婚的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整天在找机会开个婚 你说巧不巧 我昨天夜里啊 出来方便的时候 看见一条蛇窜进草房 结果我就把它给抓住 把皮剥了 然后做成羹 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蛇太小了 大家分不着嘛 不过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你喝了早日恢复健康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可别后悔啊 我不要 尤僧师兄 尤僧师兄 你那条蛇放生了吗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和尚 有点不对劲啊 发长 你看出来没有 这个和尚真的有点不对劲啊 师弟 好野猎 难怪我能喝这段手梗了 来 齐小镇 我要毁了你 我要毁了整个南少林 好野猎 师兄 甚更半夜叫我到这里来 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这里藏着一份 有齐将军八名部将 联名揭露童大宝 为非作歹 勾结倭寇的罪证 他是这些忠心良将 用鲜血血成的 童大宝为了得到这件东西 不知杀了多少生命 童大宝这个贱贼 非谭僧人 深更半夜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随便走走 老和尚 你眼睛不是瞎的吗 我的耳朵没有你聋啊 深夜里不能乱走啊 当心冲撞了神灵 谢长老提醒 神山古叉 可要遇上鬼咯 清净古叉 怎么可能有鬼呢 你心中有鬼便就是鬼咯 贫僧这就回去 我感觉到一股鬼气啊 被少林是我们南少林的祖庭 这儿已经被他们所注意 所以我想起 把这件性命交关的东西 还是请师妹带位秘藏 是 师兄 请你放心 自应爱有观音菩萨的保佑 我一定会珍藏好的 都可以 每次都在遇到 他们拍了 我再给你感觉 客人 我心里也能够 他必须 这位尤僧 找我有事啊 这位尤僧找我有事啊 别追了 里边着火了 快回来 快回来 快救火 救火 快 快 快去拿水 快啊 这边 快啊 这边 快啊 快 快去拿水啊 在那儿 快 废的 快去拿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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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上山那天起 我就注意到了你 你恶念丛生 居心带毒 假面具之下 藏着一副虎狼之躯 瞎吞 我心里亮得很 少林寺的扇门 是为善人所开 绝不是藏屋纳垢之地 是为善人所开心 不是教育idental 是为善人所开心的 是为善人所开心的 真恶人所开心的 还是用来尸僧 来尸僧 是为善人 不是为善人 是为善人 乱 师伯 这屋子烧得最惨了 里面乱七八糟的 不小心被狼咬了一口 不必大惊小怪 师父 是 我看这个人的功夫 向北少林的叛僧谈飞 看来佟大宝已经盯上了南少林寺 法政 你可要更加小心 师父 我要离开这里 我不能让佟大宝破坏南少林 你往哪走啊 哪又能躲得了你啊 即便你走了 佟大宝也绝不会放过南少林寺的 可我留在这里 是会连累整个寺院的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从今以后 你要更加用心习武 法政啊 你竟讲糊涂话 南少林和北少林 都会为正义而舍身成人的 长老 弟子明白了 法政啊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有去面对佟大宝 你有信心吗 有 你准备拿什么去面对佟大宝 这 佟大宝练的是阴阳佟子宫八卦掌 现在双掌用武毒浸泡果 杀人不见血 可以说 他的金钟罩功夫 已经练成了一种刀枪不入的境界 所以佟大宝为了练成这种功夫 在深山一待就是九年 要想真正的战胜他 非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可 师父 佟大宝能做到的 弟子就算舍弃一切 也一定能做到 好 好 法政 你知道师父为什么叫你来吗 师父是想让你得禅武的真谛 我懂 你们全懂 若想得些真谛 就必须先听晓三十六皇的功夫 三十七皇 师父 原来是给法政吃片饭了 哇 师父对法政也太偏心了吧 哎 你躲个屁啊 在我论武的人当中 只有法政的悟性最高 师父这是慧眼师徒 他后继有人了 哎 照你这么说 丹少林的方丈将来是属于法政的了 哎 法政是方丈 那还不好 咱们这帮患难兄弟 到时候再灭弄一个二柱石三柱石 嘴死也当个大师兄当当 你们懂什么呀 师父这是对七家小子的呵护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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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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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哥 小妮 大智哥 小妮 大智哥 真的是你 我 我真的你好苦啊 小妮 小妮 哎呀小妮 三角师父 哎呀你还叫我什么师父 我还是三角现在还是三角呢 哈哈哈哈 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 哈哈哈哈 小妮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上次被急流冲走 是被大汉哥和大黄救出来的 他们还一路保护我来 南少林寺找你们呢 哎 大汉呢 他去找你们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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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我来给你介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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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就是小妮 法政的救命恩人 哇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哦哦 追过追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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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你和大汉住在哪 还不知道呢 发账 你还不快安排他们住下来 对啊 就是啊 夜里当心火烛 我先回去了 你还回那边睡 我 小妮死里逃生千辛万苦来找你 你却忍心留下他一个人 你开什么玩笑啊 别换哥 你别难为他了 小妹 你忘了 你忘了他怎么答应爷爷的 他说到了南少林见了方丈以后 就和你原房 你想后悔啊 我不答应 小妮 这事儿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还解释什么呀 小妮就是你老婆 你 小妮 你一路辛苦了 我先走了 你 你就这么走了 他要是敢三七二一 我就跟他拼命 小妮 我跟你保证 他这是钻牛长尖的 到时候我就 三角哥 别说了 小妮 你放心好了 如果他要是敢变心的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你知道我的厉害的 咱们走吧 我 我得陪他 大安哥 你们走吧 我有大红陪着就行了 走走走走 好好喝 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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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出家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什么 小妮要出家 是啊 她是被法政气糊涂了 出家那是一了百了 不行 不能让小妮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小妮出家我跟你 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不想听你说这样的事情 你别走 你去哪儿啊 我要告诉法政师兄 师父派了不少师兄 守着达摩洞 你根本进不去啊 我就不行 我闯不进去 我就知道你心里只有法政师兄 我就是喜欢法政 人家已经用心上人了 我们俩才是天生一对嘛 让开 只要你愿意 我们就不当和尚了 一块下山还俗去嘛 那你还是上方丈那儿去告发我吧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嘛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法明嘴巴缺德 可心眼挺好的 躲开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啊 大集合습니까 你 separable 你刚才和法政缙得거� based 大哥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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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us 小妮快走走啊 大哥怎么回事啊 小妮快走 小妮快走 谁也管我 那让他走 大喊哥 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法政 你放心 我一定把小妮救回来 亲手交给你 绝对不会让 佟大宝的阴谋得逞 你来干什么 我来帮你来了 放开人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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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劲 放开 走 沒事吧? 沒事 快走 戏手伸 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我不上那了 快走 孟四郎 我要杀了你 快走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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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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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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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追 快追 快追 追 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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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救发镜 不行 全是窝口和追兵啊 那就不救他了吗 先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快 防着他 快 快 你们连一个气少镇都对付不了 如何能对付得了南少林 大人 要不是那窝口大盗郑雄大恩抢人 气少镇早就被我抓住了 他大盗郑雄分明是想抓到 要挟我们的把柄 气少镇逃得了今天 他既然现身 就逃不过明天 你这些话 我听得太多了 童大人 我们虽然没有抓住气少镇 但是我们抓住了他的老婆 气少镇什么时候有了老婆 就是那个老猎虎的孙女 太好了 有了这个人质 就不怕他气少镇不出来 人哪 大衣裳来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我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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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气少镇的老婆 是 你们已经圆房了 对 和尚怎么能有老婆 太近能长胡子 和尚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你把童真 真的给了一个小和尚 是又怎么样 不 我不相信 我和尚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一个和尚怎么能毁了你的童真 不 我要亲自验证 验证这一切 不是真的 我要把气少镇千刀万剐 大人 带下去 是 从大人大倒正雄求见 来的正是时候 让他进来 是 有请大倒正雄 是 龙大人 我又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不知又是什么货色 大人 这是一位可供您采阴不扬的 绝好妙药 童大人 这是南少林寺的小和尚 你们把我童大宝当成什么人 难道 我是那种生死犬马的好色之徒吗 童大人不要心急 他是南少林的和尚不假 可他是个慈和尚 他是真正的厨女 童大人若是不信 您 可当场验证 童大人 让我来吧 不 我要亲自验证 我来吧 一个女子 竟然能混到一个和尚庙里去 一定是有相好的做内应吧 说 是七少政啊 为了七少政 我先留着你 带下去 小丽 小丽 大丽 你放手啊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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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乖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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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丽 大师兄 大丽 你放手啊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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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丽 没事吧你小妹 大汗哥 我没事 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汗 哥 你没事吧 大汉 我没事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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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哥 你让我下来吧 别动 我背得动你 怎么了 大汉葛他 你还是让我自己走 别任性了 还是让我送你回紫云安吧 寺院的师兄们为了救我 死伤那么多 毕竟他们 我这点伤算什么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他们吧 小妮 我 我对不住你 潘志哥 你不要这么说 你没有对不住我 你真的 真的要出家 你是个好姑娘 脚下的路还很长 你不要再说了 小妮 即使没有我 你也可以生活下去 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给不了你幸福 也许明天 我就会死在佟大宝的手里 不要说死 否则他一定会保佑你的 你让我说下去 你要振作 你不要因为我而失去你的幸福 小妮 我 你不得了我 你不得了我 是我一个人犯规在先 他们是为了救我才下山的 先犯后犯 一日出发 师父 我犯错知错 一定改错 大和尚 洞山师父的法号 让我想起了唐代东营高僧 名叫洞山梁架 巧合 实在是巧合 洞山梁架有一句很出名的蝉语 是什么来着 西天 我们东营有这么个和尚吗 好像有 笨蛋 干嘛给我起这个名字 宝敬三妹这本四言诗集 你们都读过了吧 我想起来了 方丈所说的 是不是于堂国师写的 诗集就是洞山梁架的九十四句诗 方丈说的 我不清楚 可是我听于堂国师说过 佛法本来没有什么 吃饭 穿衣 吃茶罢了 这吃茶 吃饭 又穿衣 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禅礼 于堂国师是说佛法 原本没什么特殊的秘密 和我们平日喝茶 吃饭 穿衣 一样平凡 好 两位师父远道而来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方丈 我们是来求学的 还请方丈多多关照 阿弥陀佛不必客气 两位师父 请 师弟啊 我可又闻到了一股鬼气啊 非要叫洞山这么个名字 可见这是自找苦吃 我以为洞山是个可敬的僧人 也以为中国和尚 未必就知道洞山良家这个人 哼 他们懂的东西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尤其是那个袁兆老和尚 以后 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要学他们 我们要好好地研究研究他们 对了 那本《四言诗集》和洞山良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洞山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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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那就快点吧 原来宝敬三妹就是这个老和尚收集的 共九十四句 其中一句是 前行秘用如鱼如鲁 这是什么意思 前行秘用这句诗呢 是指暗中行事而不为人知 但不是让你作奸犯科的意思 作奸犯科 这好像是在说我们 这是书上说的 它是指每日言行要守本分 绝不能过分炫耀 不要再念这些东西了 它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如鱼如鲁中的鱼和鲁呢 都是鱼的意思 这句话教导馋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像愚蠢的人 因为这才具人生的真实性 这和日生于东方而日落于西方的宇宙法则是相同的 你不要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首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我只想抓到七少镇 首领 我们要想瞒过他们 我们就得学会这些 否则是会露馅的 放开 放开 发张 快过来 快帮把手 什么扁豆 什么事 总之最好的菜 你帮我多摘一点 师兄 这是要找点什么贵宾 你们不知道吗 今天来了远方的客人 客人 不是从京城来的吧 京城算什么 人家可是从福萨来的 没错 不如我扣啊 他们说的没错 好像是几个日本和尚 方丈说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他们 可是我们四里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 不过做点摘菜给他们吃吃 还给他们弄菜 师兄 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说 我们有的都给你们 好好 弄点些些水果啊 好好 我就有趣啊 还有水果啊 我就是很多人和尚嘛 是不是干嘛对他们这么热情啊 就是 这还用问 你一直帮嘛 干活 切 走吧 走 很好 真的很好啊 好什么好 没有肉 没有酒 这算什么东西 少林 我们平日吃惯了肥腻 现在尝一尝中国寺院的素斋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齐田 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鞋了 少林 不就是吃饭吗 不知为什么 自从我进了南少林寺的那天起 我就觉得心神不宁 你说为什么 少林 也许我们做了个错误的选择 胡说 好 少林 怎么办 请进来吧 何也小姐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 何也小姐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真是胆大抱天 这些人 竟然混进南少林 何也小姐敢做的事 我当然也不怕 你想在这里捣乱 真是妄想 何也小姐 你也是日本人 我们就一起合作 对付南少林吧 你真卑鄙 如果你要是不乖乖的听话 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你们想威胁我 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得逞 你别忘了 你母亲的生命 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要不然 我就想方丈告发你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很简单 夜深人静三静的时候 你把山门打开 把我们的人放进去 即使我帮了你们 你们肯定也成功不了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南少林武僧的对手 何也小姐 你不要太小看了我们 只要你真心帮我们 你会得到应有的奖赏 要是你出卖了我们 你应该知道 我们就和南少林同归于尽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像你们这样的人 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你的武器很好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等到三静天 你把山门打开就行了 你现在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 天黑的时候我在这等你的消息 庆天 哼 世灵我们真要在今天夜里采取行动 嗯不错 妈妈 我该怎么办 魔鬼就在我身边 他们就要对南少林寺下毒手了 妈妈 花子绝不是南小鬼 可是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我 我却不敢向方程揭露他们 妈妈 你说 我如何才能去制止这场罪恶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曾经说过 在我遇到危难的时候 小偶人会保佑我的 小偶人啊 小偶人 你一定要保佑花子 发静 发静 在求小偶人呢 你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师兄 把真相告诉我 师兄 昨天寺里来的那几个日本和尚 根本就是窝寇 窝寇 我 师兄 你说 我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告诉方丈 可他们用妈妈的生命来威胁我 卑鄙 他们今天夜里要偷袭寺院 真的 他们要我三几天打开山门 放他们进来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去告诉师父 可是我不敢 如果师父他知道我是女人 而且是和窝寇撑同一条船来的窝人 他会怎么看我 我明白 我已经无法在寺院里待下去 我 我还是去找师父说明白吧 发静 我们一起去见师父 走 把证 发静 你们站住 你敢投契我们谈话 发静 你这事瞒着我就不对了 难道你还没有把我当成你的生死朋友吗 我只知道你是个女人 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窝人 其实自从我知道你是女人的那一天起 你就该完全相信我 发明 窝人 窝人也是人哪 那有什么 发明 谢谢你 不过 你是窝人这件事 现在跟师父讲 那是不明智的 可是不能因为我自己 而是整个寺院陷入危险之中 发静 你听我把话说完 发静 您好好想一想 即使 你如实向师父坦白一切 这种事情 师父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师兄们会感到愤慨 尤其是法能 如果他不肯原谅你 那 那你怎么办呢 你来南少林是学习武功的 现在被赶走了 功夫岂不是半途而废了吗 发明说得有道理啊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可就要动手了 反正你别急 反正你是窝人已经是事实了 现在只有你知我知 还有他知 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我们可以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倒有一个办法 啊 发明 你先回僧房 千万不要睡觉 要面不露塞 让师兄们也不要睡觉 也有动静 马上带师兄们出来 好 我办事 你们放心吧 快去 好 是法证和法境吗 长老 师父他 他去和日本和尚下棋去了 这太危险了 师父怎么 化解邪恶与杀心 需要很大的佛心和智慧 你们的师父之所以这样做 那是为了救人哪 这种恶人也需要拯救吗 恶人才更需要拯救 日本茶道讲和静清记 你们的师父 他应该去啊 可是那些人绝不是讲什么和静清记的产者 那你怎么看哪 我担心他们会对师父下毒手 法经 你有些太天真了 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那些人的底细 可你没敢说出来 你的师父连恶魔都敢拯救 难道拯救不了你吗 长老 我的事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你们嘀咕些什么 没什么 长老 你们明明在说话 还敢说没有 我 长老 法经有事要求你 法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个懂日本话的人 长老 你既然这样精通日语 一定懂得日本茶道 长老 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嘛 你不是在高林寺第一个外国和尚了吗 我 多谢长老宽恕 可我 我是个窝人 哎 窝人也是外国人 法经 你大可不必担心 只要你是个男人就长 法经 你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 现在就给你师父表演一首茶道技艺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多谢长老关照 多谢 我吃酒去 谢谢 窝人就是虚伪多礼 快去吧 别让茶凉了 哎 呃 法政 你留下来 长老 我留着干什么呀 啊 我先睡一会儿 等到三更天 我还让你帮我开山门呢 长老 打开山门 不正好让窝寇有机可乘吗 你怎么知道窝寇要来 我 我要来个开门引狗 再关起门来打拱 哎 发经 你怎么还不快去 哦 我这就去 哎 别忘了给你师父拿点点心 是 哎 安师父 老纳听说东营人棋艺很高 所以带来了棋很想与先生品插对异棋盘 方丈要和我下棋 请东山师父不吝赐教 哈哈 我当然愿意了 哎 哎 西田师父 啊 我们也一起切磋吧 你还是个很好的翻译吧 好啊 请 请 请 那 我就借贵寺一块宝地略微布置一下了 只是 我连一套茶具都没有找到 啊 东山师父不必客气 其实日本的茶道和我们的品茶有很多相似之处 主张茶佛一体 嗯 你们的品茶虽然与我们的茶道有相似之处 但是中国的士大夫似乎更加满足对茶的品味与把还 以完赏的态度追求饮茶的乐趣 尽管他们最早提出了茶佛一体的见解 但真正融入禅理的却是我们日本 嗯 嗯 日本的茶道 的确有许多我们所不及的长处 啊 请 不过 你们太追求仪式 而我们则更注重品茶环境的自然与真实 嗯 方丈说得很对 日本的茶道如果离开了草棚 便像失去了场所 也就没有那种味道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真山真水 仿佛更能品味茶佛一体的那种境界 方丈说得很对 请 好 好像日本的茶道在开始之前 是要先看炉中的火像 方丈 对我们的茶道也很精通啊 饮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茶道中所信奉的和静清纪的境界 不仅让我想起了日本茶道大师千里修先生 本人也很敬仰千里修先生 当时是日本历史史听时代后期 也就是我们的战国时期 乱世英雄支田信长为了统一天下 大兴茶道 因为茶道中的和静清纪是招负民心的精神力量 为了这一目的 怕广集天下茶道大师为己用 千里修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他的门下 哦 方丈对我们的历史也很熟知 请坐 千里修先生一生追目和平反对战争 然而从另一方面 军阀争霸的战争与茶道的和静格格不入 这对于千里修先生来讲 他的内心极为痛苦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剖腹自枪的方式 维护了茶道的圣洁 方丈 请候茶 师父 请 师父 法经 师父 让我来为您侦察吧 方丈 南少林寺还有日本民众的仪传 女子 佛都众生不分男子女子 何叶小姐 我并没有请你 东山师傅 您这里不正好缺一位懂得煮茶的人吗 岂有此理 我绝饶不了你 东山师傅 茶道讲究何境清记 少女 何叶华子很懂茶艺 就请他来为我们主持茶道吧 有茶无奇太扫兴了 老纳很想请教一下东山师傅的奇艺 吴凡 拿起来 是 两位师傅 我给你们带来了点心 就请先品尝完后再下棋吧 好太好了 东山师傅请 好 你出卖我们 是的 少林寺后山的野蘑菇是不会有毒的 你就放心的吃吧 老纳 你怎么还不打开大门 东山师傅若是再不用心 老纳在这连他几子 你可就全军覆没了 好帅 你还是不要逼人太甚的为好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呀 以老纳看 胜败乃棋局常事 不如下个平局 免得全军覆没 你连老本都丢了 那就太不值得了 方丈说得对 这盘棋难免是败局 以和为贵不失明智 不 这盘棋还不算完 首领 首领 你太固执了 放开 闭嘴 首领 你不要再坚持了 东山师傅 你的黑旗已无路可走 我看你就别白费心机了吧 首领 方丈一网开一面 你就认输了吧 这符合茶道心神吗 没人 人兆方丈 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大道正雄 听老纳一句奉劝 还是赶快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吧 除非你跟七少政一起跟我走 我劝你还是两手空空回家的好 不要贪图别人的东西 我是不会空着手走的 你能挑走九连山吗 你把他挑回家去好了 我这个人不懂的什么叫参禅 我只知道征服 大道正雄 什么也拿不走 我给你们同归一斤 不要 首领 你不要这样 混蛋 我杀了你 大道正雄 你懂得放下屠道立地成佛的道理吧 这是你走出九连山唯一的选择 你想让我投降 少林 有佛为我们指引 我们为什么要自觉呢 谢谢方丈的大慈大悲 愿你能真心向善 为了感谢方丈的慈悲为怀 我要向方丈交代一件事情 在你们中间有我们一个奸细 他就是我们的内应 我不是你们的内应 师父 我不是奸细 要不然你问问他 他是不是中国人 不许你血口笨人 我是问人不假 可是我不是 我不是窝口的奸细 我这可是为了立功赎罪 方丈 好了 送客 方丈 他的事我会处理 请 请吧 师父 我是你人 是窝人 可是我绝对不是奸细 师父 你处罚我吧 发精 真有你的 我早就觉得你不该是个男人 不过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多亏上次发言没打坏你的屁股 师父 你宽恕我了 谢谢师父 谢谢 方丈 大道正兄突然出手 商量两名僧人往外跑了 你 法政 方丈 我夫慈悲 亦成恶 法灵 告诉法言 开门饮狗 快点 上 上 上 來吧 謝謝 阿嬤, 有人倒 走 走 走 霍撞 你看着我俩脑袋 这相似没错了吧 走 山东,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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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人 天已经亮了 把少林秃驴和那些倭寇全部一起给我灭了 是 看你往哪儿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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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快走 乃叔兄 那?」 快走 小匚雅 带著衣服 我的貓子 正在今這麼說 不径 快走 有 doen 不 которой是我 你们是兄弟真是有缘 从你离开北少林那天起 我们就不再是兄弟 只有血海深仇 你快走 你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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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走 师兄 快走 师太 别管我 去帮弟子们 快走 环玉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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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叔 师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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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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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